新闻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 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 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陳柏惟現在到底怎麼想了 是不是頭髮摸得燙 我們不知道 他這個倒數三天還在繼續苦行 可是我據當地的朋友告訴我 苦心有效 當地的阿公阿嬤都覺得說 好啦 把它完略 前次沒有錯 這是最近陳柏惟低調以後 其實這也正確的 本來我們民進黨 本來也不會有任何的介入 我們認為不管是選舉罷免 都是由地方民意來決定 尤其是罷免案 因為提出的自稱是公民團體 所有政黨都應該退出才對 但是民進黨在最後這一兩個禮拜 因為我們主席有下達 就是說他的看法 他認為說不能就是任由一整個黨 舉全國之力 通通在打陳柏惟一個人 尤其他是一個小黨 是這樣子 我們民進黨的黨公職 才有很多個別會去支援的 但是陳柏惟他也聲明說 因為我們國家最近地方 有一些事務苦難 所以他希望說 我們這些黨公子都不用過去 他一個人苦心 剛才提到這個媽祖的問題 我認為第一點 宗教歸宗教 政治歸政治 我希望說大家選舉或者罷免 這個過程 經過廟宇 大家是禮貌上要進去參拜一下 這是對 但是不要再做其他過度的引用 我覺得這個不好 第二點 媽祖也好 耶穌基督也好 佛陀也好 他們都不是日本人 美國人 甚至也不是歐洲的 特定某個國家的人 但是全世界不分民族 不分國家都可以信仰他們 這是每個人的選擇 也就是說我們台灣人信仰媽祖 不能說這個是中國的媽祖 中國的神 我們台灣人就不能去信仰 沒這回事 在神的國界裡 他們在神的境界裡 他們是沒有國界的 這是不分民族 不分國家的 所以也沒有說 媽祖就是中國的 沒有那麼一回事 是 想問一下菅哥 不好意思 菅哥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像台灣國其實蠻挺的 我看到很多獨派的大佬 都有下去挺 還有獨派的團體也下去挺 菅哥你自己也是台派 獨派 你怎麼看 您覺得所有的獨派都挺他嗎 我的看法 因為我的黨的主席 在上個禮拜 他已經發表他的看法 所以我身為黨員 當然我認為站在黨的立場 我們必須做一些表白 但是我個人 我還是堅持我的看法 我認為在罷免的這個過程 因為提案的既然是公民團體 他自稱是公民團體 我認為任何政黨都不要介入 這一次所謂的舉全黨全國之力 先下去集體的這麼大量的 這樣在宣導的 是國民黨 國民黨大概幾個月前就開始了 他們的黨職 公職 都還劃分時段 地點 時間 下去宣傳罷免 所以在這樣的看法之下 我們看不過去說不能大欺小 強凌弱的情況下 我們再做適度的聲援 我們讓龍介先回應一下 因為堅哥是說的 是你們國民黨 舉全黨之力去欺負一個小黨 而且是好幾個月前就做了 龍介先短回一下好不好 小鏡子 不要這樣 燒天沒關係 你一念過你一念 這種的胖子 你們現在說胖子就燒 今天胖子就沒得到一塊錢 他開水合水 整個燭電 包括所值 包括他的現行 就是說他用歐萬人 百年百年 我跟你講 說台灣我也很愛我的毛孤 其實他說台語我是給我 但是你才可以用那個形態 你百年百年 百年不能用他的毛孤 蓋在對外 只要接受你的毛孤 這是都不對 包括他去支持 都拚 要給合法 包括支持小豬肉 要給你 這就是已經貪鄉親 貪鄉親 站在180度的對立民 不要說國民黨 國民黨 跟頂著是剛好而已 國民黨本來就站在民意這邊 然後你們整個民進黨 besten沒有受搬 就問他對立民主兆 怕不會 國民黨就要共 Gul 他來過你 我只看到他的整地現行不行 我不知 現行 撩后可能發肆比他漂亮 如果他剛好白白 Reeve 選入為他剛好三枚 三枚啦 這樣叫壞名 我們就在這裡蒸路皮 我們這款的 我們是要怎麼回家 在南台灣接近的民進黨 怎麼對抗 我們這才是真的壞名 一個圖幾十個 對不對 但是我們也是換下來 一樣 你要去打拼 我告訴你 但博尉你要去訴求鄉親聽 你願意回頭 農助回頭金不換 你只要願意回頭 把你支持過不對的政策 你願意改過來 鄉親就給你記 不是什麼人去替你聽 鄉親就不想把你拔便 不是什麼人叫人回頭 我叫他回頭 他不一定就會回頭 人家是在觀察你的所作所為 來做十月二十三的評斷 雖然我們覺得說 這場罷免應該是台中第二選區 人民自己的選擇罷免的這個團體也是 他自稱是公民團體 不過這個我們現在看起來 兩黨就是我們現在最大黨 執政黨跟最大在野黨 已經有參與 這件事情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都有參與 我們就靜待三天之後的結果 觀眾朋友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執政黨民進黨 當然他在蔡英文總統 2020年的時候 已經拿到817萬票了 可以說是大多數的民意都同意 我們把權力交給蔡總統 交給民進黨 可是最近我們也可以看到 民意如流水 民進黨的網路好感度起起伏伏 尤其到了最近十月份的時候 已經來到了新低點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也可以看到 蔡總統他個人 其實他滿注意年輕人的風向 他滿注意年輕人對他的喜悟 他都很在意 所以我們也來看看 蔡總統最近的比較新的一個發言 就是對於網路上面一個變臉的事件 說白了也是一個犯罪的事件 他只是要來修法的deep fact 這是一個變臉的事件 用科技來創造不法的一個事實 一個假訊息 他說可能有一天也會傷害到你跟我 結果蔡總統一指示之後 法務部說一根院內會修法 他的聲量也達到了近期的新高點 有三萬多筆他的聲量 並且他獲得了超過七萬個讚 還有數千筆留言 大家都很支持蔡總統 尤其是年輕一輩 因為像這樣的app 這樣的app很多人都在用 我們再來看看 蔡總統最近 被過去的黨內的同黨同志 像是游盈龍這樣的人來指控說 你最近有一些事情 我必須站出來反對你 包括你要自己清定 你要自己決定 六都在2022年的人選 就當主席一個人說了算 我要叫西韓濱去選台北市 我要叫王世堅去選桃園 都我一個人說了算 選對會 這些通通都只是一個過場而已嗎 好還有另外他有屬意的接班人選嗎 現在也傳出來他佈局2024的接班人 為他卸任之後做打算 他清定的是鄭文燦嗎 他不喜歡賴神 他不喜歡賴清德就把他放在一邊冷凍他嗎 我們來看看這是游盈龍的說法 他說蔡英文徹底的反民主 徹底的獨裁 對蔡英文而言 蘇很好用 沒有蘇 蔡會很慘 蘇是誰 對 蘇貞昌 蘇貞昌真的是仇恨值滿滿 畢竟有很多人 很討厭他 為什麼 這個有個 故人院三人組 哪三個人 第一個就是蘇貞昌 第二個是陳吉仲 我們的農委會主委 還有第三個就是防疫大將 我們的這個衛福部部長陳時中 很多人都討厭他 這是有根據的 因為根據民調 這是遠見最新的民調 最該換下來的內閣閣院 前三名第一名蘇貞昌 第二名陳時中 第三名陳吉仲 那蘇貞昌他從去年就有人預言說 他有可能要被換下來 因為他有很多的作為 讓很多人抱怨民怨四起 可是他還是位子坐得很穩 最近他跑去苗裡 他跑去苗裡撒錢嗎 這段話也讓人印象極為深刻 我們來看看 有的地方說要 政府要買疫苗自己進來 他也沒有跟著起哄 這一點我也特別肯定 徐縣長這一方面 他都很堅定 那今天 徐縣長跟徐立委 聽到我要來就知道 這一定有好康的 不然 那一進內政務 這個上限規定 最高就是五一 那其他六一 就是憲政我要出錢 那這個苗栗縣非常辛苦 這個錢要叫苗栗來出的話 我看那就等於是見不成了 所以這一個錢 我有拜託秘書長 那我很謝謝秘書長 苗政委 他們都絞盡腦汁 幫你們想辦法 那現在 辦法有想到了 我才敢來 是這意思 還是你們要出一程 那一程 一億多 我看 你也很辛苦 所以 連一億多 我都幫你想辦法 好 好 你可以看到最後在鼓掌的那個 白髮的就是徐耀昌 他是國民黨籍的 這個苗栗縣的議 這個苗栗縣的縣長 可以看到 他一開始是先酸說 你們國民黨當初在啟哄 啟哄什麼 買疫苗 還記得嗎 五月的時候 我們死了非常多人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縣市 國民黨的連線的縣市說 那我們一起進口買一些疫苗吧 既然政府買不到 我們來幫忙 所以他先開中民意講說 你很乖 你沒有啟哄 你沒有跟著啟哄說要買疫苗 所以OK的 我今天帶錢來 帶錢來幹嘛 地方建設需要錢 大家要PLP 你這個行政院院長 好像他這個錢 是一個散財童子 錢是從他家的金戶拿出來的 你高興給你 你態度好 我就把錢給你多一點 你態度不好 我就給你少一點 可以這樣子嗎